來看到七號白宮的這場活動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跟夫人蜜雪兒 在七號重返白宮 為兩人的官方肖像揭幕 現任的總統拜登 他曾經擔任歐巴馬的副手 長達八年 所以在致辭的時候 也不忘展現情誼 稱讚歐巴馬的執政 而藝術家馬特迪 筆劃底下的歐巴馬 身穿深色的西裝 指示前方 雙手插在口袋裡 半邊的臉有陰影 而蜜雪兒的話是由畫家史普倫來繪製 跟拜登來互相恭維 另外還與中代次說重提川普 拒絕承認在2022年敗選 阻礙新政府的準備工作 同時還指責川普沒有邀請歐巴馬夫婦 來為他們的官方肖像揭幕 也違背了白宮的傳統 Youtube頻道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